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做一期3.5的卡池推荐 3.5的复刻哪些角色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我们也就误多抽了 那3.5到底应该怎么抽呢 我的建议是直接跳过视频结束 好嘞 3.5还是可以说的啊 我们知道3.5的剩半是迪西亚和 せーの 前程直播已经说了 迪西亚在3.5结束之后 3.6还会进入土池了 那我建议3.5还是不要再抽迪西亚了 那赛诺呢 他是一个五星雷系长轴角色 他这个战场时间非常的长 将近20秒的时间 如果说你有小草神 且比较符合自己的插逼的话 是可以抽下赛诺的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小草神的话 那目前来看 没有一个很适配的角色 可以配合赛诺长时间的挂草 把这种直音化反应 那赛诺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说完上半呢 我们再说一下下半 下半才是重游戏 一个审理 一个神鹤 神鹤万新 一下半个有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审理 前一段时间谈刀任务 审理还抽了一下 你的胸口 还说 小心那里被我偷走了 果然下半就来了 卧槽 原来足比在这里啊 而且这个衣服也是新上架 现成的商城就有 啥都给你准备好 那审理到底要不要成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审理现版本的一些情况 现版本的伤害呢 还有很高大 对于一个没有主催的拼命玩家来说 抽一个审理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也不一定要抽专武 你还可以去拿一个天不仪打刀 也是可以的 除了审理呢 就是深鹤了 深鹤要不要抽呢 杀B党肯定是无脑抽 但对于其他人呢 我觉得抽深鹤的话呢 你就要考虑一下了 比如说你深鹤万新 就抽下一个鹤 那你抽一下 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一个兵C都没有 那你抽深鹤的话呢 就有点不太划算了 建议呢 还是以抽主C为主 然后呢 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审理到底是抽命座呢 还是抽专武呢 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 抽武器 武器的提升 大于命座 还有就是深鹤啊 到底要不要专武 深鹤啊 是不用专武的 但是这里又有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 你在给神里抽武器的时候 你如果说出了一把锡灾 你要不要抽深鹤呢 这个啊 就你自己考虑了 这就是策划精明的地方 这些985策划嘛 真的是 一个比一个精啊 因为你出了这把锡灾 除了香灵 基本上没啥为能用的 总的来说 本次的3.5卡 顺序应该是 神里大于赛诺 等于深鹤 赛诺呢 需要萧草神 深鹤的话呢 本应是个辅助嘛 然后大于丁锡呀 一下进场 这个关键 真的没有必要 专门去抽 当然呢 你要是卡比党啊 无脑充 毕竟现在都有很多的 卡比党没有抽出来 去那里 我这里只是给这些 抽比较紧缺的 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具体的话 大家肯定还是 想抽谁抽谁啊 最后呢 就是每一个 点赞关注的朋友 都能一发入魂 十连双簧 小包的一步歪 每个人都能抽到 自己享受的角色